武漢肺炎的疫情不斷的升温 真的是让各国伤透了脑筋 沿件停泊在日本的钻石公主号隔离的方式 引发了争议又想不到更好的方法 国内有企业家就在平面媒体刊登广告 建议政府应该把这个龟山岛建成防疫专区 收容从疫区回国的国人 还表示说愿意在龟山岛上免费的建设水电设施 不过却引发了宜兰民众的反弹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则回应 龟山岛上面没有人居住 那么要很快的建造一个像是旧金山外海 恶魔岛这样的地方 效果不见得好 武漢肺炎疫情让各国伤透脑筋 眼见停泊在日本的钻石公主号隔离方式引发争议 国内有企业家建议政府在宜兰龟山岛设防疫专区 收容从疫区返国的国人 业者在平面媒体刊登广告上面漏漏等写着 龟山岛距离适中目视就可以看到台湾 有港口希望能争取到让回国民众隔离14天 还表示愿意在岛上免费建设水电设施 邀请一届朋友组织自愿医疗团上岛服务 消息一传出立刻引发宜兰民众反弹 投诚县议员更回呛 不如把防疫专区设在业者的厂区 对此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 龟山岛上面没有人居住 要很快建一个像是恶魔岛的地方 效果不见得好 运送也有相当的难度 严肃回答之余 陈时中也幽默回应 这样生活条件特别不好 如果我们将来的这个场所 很拥挤的时候 那对于不断的趴趴走的 也许可以做考虑了 武汉肺炎疫情持续延收 各方献计都希望将防疫做到滴水不漏 好面对这个新型冠状肺炎 现在大家最担心的 就是会爆发群聚感染 香港正在疫情可以说是非常的严峻 香港之前有一个家族 聚在一起吃火锅 结果集体感染 另外又传出了香港 其一有一栋大楼住户 是先后确诊感染 第42例的62岁女子 跟之前的第12例的75岁患者 虽然他们住同一栋大楼 但是由于两者相聚了十层楼 当局就怀疑说 这个病毒就是经由大楼的粪管来传播 就很像是在2003年香港的 滔大花园社区 有一个人感染到SARS 结果透过厕所的U型污水管 把病毒排到了通风景 造成了整栋有331人感染 最后有40万人不幸死亡 虽然这次初步检验 这栋大楼的U型管 应该是没有这样子的问题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 港府还是连夜 近期疏散了上半人 香港才发生吃火锅 造成群聚感染 现在又疑似出现社区感染 清衣岛长康村的康美楼 有两位居民先后感染武汉肺炎 住同一栋楼 同样是07单位 两者相距大约10层 隔了10层楼楼上先发病 楼下相隔12天也发病 因为上下楼层 都是用同一条化分池排气管 专家怀疑病毒进入粪管 再透过空气传播 调查发现 女患者家里的厕所 排气管改装过 导致粪管跟厕所排气管的接缝处 没有完全密合 居民开厕所的充气扇 病毒就可能经由空气散播开来 港府凌晨开始撤离公寓 其他住户共100人 将他们分送到四个隔离营 同时也派大批的医护人员 消毒整栋大楼 检查住户的厕所排气管 由于公寓只有一处 份管设计有问题 其他住户还不用撤离 但大家还是忧心忡忡 许多人担心 康美楼的案例会是 2003年SARS的 滔大花园翻版 当年香港滔大花园社区 有一人感染 透过厕所的U型污水管 把病毒的器物排到了通风景 造成枕栋有331人感染 42人死亡 不过专家强调 这一次跟滔大花园情况不同 康美楼的U型污水管没有问题 市民无需恐慌 武汉肺炎的疫情不断地扩大 外媒引述专家的说法 认为说中国大陆内部疫情 这次失控 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检测病毒的方法上 出现了重大漏洞 实际的确诊人数 可能远远超过官方所公布的数据 日前在北京有名患者 三次检验结果都呈现阴性 但是最后透过它的肺泡样本来化验 却是阳性确诊 专家表示透过现行的核酸检测 阳性率顶多是30%到50% 也就是说可能有一半以上的确诊患者 会被验出阴性的反应 因此防疫专家提醒 要降低检测对象的门槛 并且增加检测的方法跟项目 不能够完完全全只仰赖单一的核酸检测 医生从病患咽喉取出分泌物 进行病毒核酸检测 这是最普遍断定是否感染武汉肺炎的方式 被称为咽氏子检测 但日前北京一名患者采咽氏子检测 三次结果都呈阴性 最后透过肺部样本化验 才出现阳性确诊 新型冠状病毒隐匿性太强 让防疫出现阻碍 换句话说 确诊患者中只有三成到五成的人 能透过咽氏子检测被揪出来 外媒分析 检测准确度低 加上试剂盒不足 中国大陆的真实确诊人数 可能远远比台面数字还要多 专家建议不能仰赖咽氏子检测 因增加检验项目 例如肺部CT电脑断层扫描等 大陆卫健委也早在4号 就宣布湖北省境内 通通以CT扫描作为临床诊断依据 同时还要降低检测对象门槛 亦有上呼吸道症状如咳嗽等 不管有没有发烧都该立即列管检测 避免隐形患者四处啪啪噪 形成防疫漏洞 菲律宾政府在10号深夜突然下达旅游禁令 根据所谓的一中原则 不只是中港澳被禁 就连我们台湾也被扫到 但是就在当晚 桃园机场已经有一架飞氧航 抵达了长滩岛 150名台湾旅客通通被拒绝入境 一度受困机舱 最后下了飞机还被困在机场 被机场人员用铁蚁锁死通道遭到隔离 直到隔天早上 人搬机回台湾 绕了一大圈 本来五天四夜的完美行程 现在被旅客痛骂 仿佛是去了一趟两天一夜的机场行 为什么太夸张了 给亚航乘客不出空桥 没有满载而归 只有满肚子怨气 叫我们在睡在机场里面 连饭都没有吃 他们就说颁布新的政策 可以怎么去 因为飞国政府十号深夜 突然宣布旅游禁令 包括中国港澳台湾也在列 导致这般桃园往长滩岛的飞机 刚抵达就遭拒绝入境 150名乘客受困 隔天一早原班折返 飞上大概四个小时 然后坐到三点四点多 三点多的时候可以去 到得了下不去乘客脸都绿了 离开飞机之后又是另一场噩梦的开始 铁门守着 然后铁椅把门关着 不让我们出去 把我们守在二楼 外面还有警察一直走来走去巡检 让我们造成很大的压力 进到机场上休息却得到这般待遇 通道一度被封锁 乘客坐着冰冷铁椅 心里烧起无名火 整夜没有合眼 干等到天亮 一个人两万多 一个人两万多 那你们家几个人去 四个 四个 所以将近十万 对 期待已久的旅游 景点还没有去城 就先泡汤 沦为武汉肺炎之乱 倒霉的受害者 就是台湾政府要去 对他们去说的事情 本来是五天四夜的 对 它现在变成两天一夜 而且是在 长滩岛大旅馆 机场大旅馆 自嘲是两天一夜 机场行 疫情作祟 台籍旅客也被拖下水 不满于无奈 全数爆发 武汉肺炎疫情升危 菲律宾政府吴日景的 对台湾颁布禁令消息 实在是来得太突然 真的是让我们的旅客 还有旅行社业者 措手不及 而根据观光局的资料 目前有21团 大约有542名旅客 滞留在菲律宾 那么旅行社 现在是紧急地安排机位 或者是更改航班 协助旅客返台 而统计到2月25号 至少有83团 1680人的行程 将会受到严重影响 不止如此 菲律宾政府 现在也禁止自己的国人 来台湾旅游观光 那么对台湾的观光产业 影响也在扩大 学者就分析了 估计未来半年 将会减少30万名的 菲律宾旅客来台 观光的损失 恐怕会超过百亿人 乘客聚集柜台前 对机场人员大声咆哮 难掩激动情绪 因为他们一抵达 菲律宾马尼拉机场 就被通知无法入境 为了防堵武汉肺炎 菲律宾10号晚间 无预警宣布 禁止台湾旅客入境 导致早已上机的乘客 根本来不及阴影 大批台湾旅客被迫滞留 速物当地机场 等待回程扳机 只好将机场的椅子当床 倒头就睡 历经几番折腾 才终于回家 这些睡的登机是非常不爽 菲律宾禁令来得突然 让旅行团也措手不及 根据观光局通报资料 目前共有542名旅客 还在菲律宾 另外统计到2月25号 有至少83团旅行团 受冲击 超过1600人行程 受到影响 到当地之后 其实有被限制入境 所以我们后来也有安排 回程的班机 让他们今天早上来返回台湾 菲律宾不让台湾旅客入境 也禁止当地人来台观光产业 雪上加霜 根据学者分析 菲律宾每个月 大约有4到5万人来台观光 去年入境总数约50万人 以20%稳定成长 是台湾非常重要的入境市场 现在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 预估未来半年将减少30万名旅客 观光损失恐超过百亿元 我们跟中国防疫 因为这个影响 可能从3月到7、8日间 大概都是接近零 武汉肺炎影响层面再扩大 相关产业可不堪言 万零一亿武汉肺炎疫情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提高旅游疫情建议等级 港澳提升到三级警告 而且比较特别的是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指挥中心首度对中港澳之外的 国家发布了警示 那么首先来看到的是新加坡 因为新加坡现在的感染人数 来到了45例 而且疑似已经出现了社区感染 这回被提升到二级警示 而在泰国则是一级警示 指挥官陈时中更是建议民众非必要请不要搭飞机 另外就是对中国大陆人民的出入境 也有了新措施 像是为了商务旅约或者是跨国企业 调动等六种类型 目前已经停留在台湾的中国人 将可以申请延长停留期限 每次申请可以核准15天 而中国大陆配偶的子女也获准入境台湾 但是要居家检疫14天 机场出入境民众来来往往 就怕武汉肺炎跟着人潮进入 危害国人健康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提高旅游疫情建议等级 像是香港澳门的确诊案例逐渐增加 还传出社区感染 因此被提升到三级警告 非必要别到当地旅游 新加坡则是二级警示 若到当地要加强防护措施 泰国也提升到一级注意 民众若是要出国得多加留意 除了出国旅游 针对中国大陆民众的出入境 也有新措施 像是因为商务旅约 跨国企业调动等 或是团聚及短期探亲 而来台的中国人 将开放延长在台停留期限 每次申请可以合计15天 另外拥有长期居留证 或探亲证的台湾人 和中国籍配偶的中国籍子女 也开放入境台湾 但还是得要居家检疫14天 基于这个防疫减少人员移动的一个风险 同时也考量家庭团区 还有共同生活的一个伦理需求 那采取了这些强化管理措施 基于人道考量 开放陆配子女入境台湾 但主要疫区湖北省不在此列 要追究在武汉的她一样 她是不能出来 她是不能再出来 武汉肺炎疫情蔓延全球 台湾内外都要做好防范 严防疫情再恶化 钻石公主号邮轮上个月31号 靠港基隆随后传出了破百例的确诊人数 其中由您35岁的美国籍女子 最近坦诚曾经到基隆庙口拜访 那么消息一出 有一家糖葫芦店的老板娘 就说对这名旅客没有印象 但是还是很担心说生意会受到影响 基隆庙口糖葫芦摊位 客人吃了三十几年 却传出钻石公主号邮轮 上个月停靠基隆港时 由于明确诊武汉肺炎的美籍女子 就疑似光顾过这家摊位 糖葫芦老板娘说没印象 但是35岁的美国籍Rebecca 1月31日从钻石公主号下船后 来到基隆庙口光夜市 还跟糖葫芦摊位拍照打卡 店家澄清不了解确诊的女子 是不是真的来过 还说自己做生意都戴口罩 目前身体状况也很正常 不过老板娘搁着口罩 仍然透露几分忧心 不只老板娘怕生意受到冲击 其他店家也等不到游客 超很多你看人情就知道了 要很多 希望赶快恢复正常 人潮不如以往 有些店干脆一直休年假不开门 苦等疫情降温 人潮回流的那一天 有些人都说 有些人的问题 是出席的 功能 你不是在ell几分别人的 人潮回流的那条 你就是在同情